今年在汽车领域最具关注度的无疑就是长安了 油泥系列车型的问世的确吸引了很多年轻消费者 销量表现稳步上升 并且长安还推出了很多极具前瞻性的科技配置 如智慧车外语音、全语音代客博车等配置的出现 着实给消费者来了一场科技秀 也让长安成为了智能化时代的先行者和领导者 但在硬派越野车市场 长安依旧是一片空白 消费者也特别期待长安能推出一款 即智能化、舒适性、动力性和越野通过性与一体的全能车型 于是长安懒拓者就这样诞生了 中国知道成功了大型皮卡懒拓者才9万多 长5600毫米加2.0T四驱 作为长安旗下的首款皮卡车型 懒拓者一惊亮相就备受很多消费者的关注 不仅仅是因为它低至9.99万至15.39万的亲民价格 这款车在产品力方面是非常强悍的 它没有一味的追求强悍的越野性能 而是把家用SUV拥有的智能化配置 豪华舒适的座舱 大空间等优势 在懒拓者身上得到完美的展现 相比同级的日程纳瓦拉 长城炮等车型 更时尚 更具家用属性 至少给人的感觉 这不是一辆枯燥的皮卡车 而是智能皮卡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为皮卡爱好者带来了前所未也的初心体验 从外观的设计上不难看出 它保留了很多当今SUV车型上的潮流元素 更大次寸的云海冰川式近期格山 内部集成了点阵状杜克中网 精致中透露着靶气感 两侧天际起名式全LED大灯组 在贯穿式灯带的映衬下 更显示上新颖 动态电流式点亮方式 让日常初心增添仪式感 科技动感如影随形 粗犷的腰线赋予饱满的侧身 更多力量感 方形的轮拱 双色的花瓣轮轮拱 显得野性十足 纵直的尾灯组经过熏黑的处理 点亮后的效果非常酷炫 论时尚感 懒拓者的确算得上是皮卡界的颜值地 当做进懒拓者的驾驶擦 会让人瞬间忘记它的皮卡身份 整体的设计布局依旧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不规则式的中控台 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 双色的内饰氛围 透露着满满的时尚感和豪华感 随处可见的软性材质极具质感 尤其是多达19.8英寸的连体曲面大屏 带来了极强的科技氛围 在MT8666八核车机芯片加持下 让智能语音控制 屏幕操作丝滑流畅 配置上还提供了包括底盘透视在内的 540度全景影像 定速巡航 车道偏离预警等功能 并且全息标配上坡辅助 陡坡缓降功能 此外 该车还配备了ECS车身稳定系统 集成了ABS制动仿BOSS EBD制动力分配 HBA紧急辅助制动等功能 能够在紧急时刻有效防止车辆策划 提升安全性 在舒适性方面 懒拖着也达到了非常高的造诣 得益于整车尺寸方面 长宽高分别达到了5600 1930 1865毫米 轴距达到了3400毫米 短轴板为3180毫米 所以它拥有媲美CRV的大空间 前后排均配备了舒适的头胆舱座椅 采用了MDI泡沫材质和人体工学设计 能够有效缓解皮卡长途乘坐的疲劳感 全车还进行了多达127处深雪降噪处理 使其怠速噪音低至37.5分贝 堪比图书馆及静密性 还有智能健康空调系统 移动N95空调过滤系统相伴 极致的舒适体验 不再是家用车专属 皮卡也能拥有 在大家最关心的动力方面 懒拖着搭载了长安专为皮卡调校的 蓝金2.0T发动机 传动匹配采F8AT变速箱 为懒拖着带来了233马力 390牛米的强劲动力 配合伯格华纳智能试试四驱系统 和电子后桥差速器 为其带来了极强的越野脱控能力 并提供了经济 舒适 用动 雪地 越野五种驾驶模式 智能四驱可智能识别工况 让越野出行更轻松 此外 该车还提供了2代0T柴油版车型 最大功率163马力 400牛米 传动匹配六速手动变速箱 四驱四驱系统也没有缺席 爬坡王实质名归 不得不说 长安的研发实力实在太强了 它能精准动气消费者的需求 做出相应的产品 从而做到了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懒拖着的出现 改变了皮卡车的现状 在智能化 舒适性方面再度进阶 皮卡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操汉子 它也可以是穿梭于都市的时尚达人 那么对于这款车 大家怎么看呢 点赞关注 我们评论区见